我們開始以使用可能程度來看 那我們就發現說一個好的 一個自由軟體要能夠有好的在地化 好的在地化 那它一定會有一個在地化的政府社群 像剛剛那個摩尼亞聽到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有一個在地化的社群行程 它就會有很好的一個在地化的成果出來 那除了摩尼亞之外 其實還有還有一些例子 比如說像我們最近在收到一個那個要求是白衣那個blender 那那個blender 其實它在台灣沒有社群 它是在對岸有社群 所以它對岸的那個白衣啊 什麼都做得很好 剛剛你先弄不見了 因為對岸的那個負責人也叫宇俊 所以他在想說 好像四個字 應該也是 對 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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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希望能夠 我們希望這個計畫慢慢走下去 能夠達到一個目標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 產生一些方法 能夠讓這種所謂的使用者社群 能夠自然形成 我們現在按經濟最成功 就我們要踢到來 它就像我們幫助這些類格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比方說像 門訓法沒有在地化社群 偏低其實算是在地化社群 因為這群眾現在的翻譯也自何一個人在做 我們希望慢慢能夠形成 讓這些在地的社群能夠自然形成 然後提供更方便可能 讓大家一起來參與 所以我們 我們慢慢的再 開始再加一些新的東西 比方說像 沒有處於這個討論區 為什麼我還在正中的討論區 其實是因為 現有的那個討論區 其實還是 比起來比較是熟悉數所相 那一般的時候怎麼會怕 其實這是我們收到疲憊 這不是我騙的喔 我們收到疲憊的一切是 一般的時候只會怕 他會覺得我上去好像 這樣講兩句話就會被罵 然後類似考在分享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建立起一些一些 一來一多的那種品牌 能夠自然形成這個東西 然後呢 我們最後的最終極的目標 還是希望能夠建立所有的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的意思就是 就是剛剛博恩來講到的長期參與者 除了長期參與者之外 當我現有的參與者 有事情沒有辦法handle的時候 有心血可以自然地就補進來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一個這樣真正不喜的一個系統出來 這個是我們溫柔企業的終極目標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 為什麼要把這個trine產品 當主要負責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負責的 好 這個東西是我負責的 那它的目標其實 就是建立一個翻譯平台 可以降低這個門檻 那 那 這是提到固定 為什麼我們還要再做一個 我們已經有一些像鋪頭 或者像None隊的這樣的平台 為什麼我們要再做一個 那對於這個固定 其實我們可以再談更多 但是我想 現在這個場合 我就講一句話 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自由的不好用 好用的不自由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決定 一 那另外其實這個東西 本來 它在行程的時候 本來開始我們老大 在找我的時候 他不是找我做這個平台 他是希望我以KD 學妖者的身份 能夠跟他合作 那對我來講說 當然好 我無所謂啦 反正我是KD的老大 或是KD的老妖 反正就我一個嘛 我無所謂 我就跟你合作 OK 這沒有問題 但是到最後 因為我願意找一個國王 國王國際的工程師幫忙 但是呢 既然是幫忙 他就有工作時間的限制 然後他一開始就用鋪頭 那個 的確也是有去限制的在 所以我們後來就思考說 那我們在這裡 專案行事方式 但是我們開發出來 讓他變成優勢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在經營的原則上面 我們 必須要缺乏翻譯成果 一定可以提交 那這個東西也是 我們目前都已經有做到 就是我們翻譯出來的東西 其實都有 都可憑我的官方去 好 那這個東西 其實我稍微練一下 我們目前在上面 稍微大興一點的專案 那像舉動我們現在的PEST 他也是自己一個人在做 那我們也是選擇 那我們也是選擇 那這件當中他的XXXSORTS 然後呢 像其實我 欸 這些後面的 比方說像 INSTATE VL7 這些都是 使用者VPAD 給我們說 希望能夠把這些的翻譯 放到我們的平台上 那最近 那最近 我接收到了一個 欸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最近我 最近我接收到一個 叫做那個 撒哈拿 那撒哈拿 它是一個災難管理系統 它是一個災難管理系統 它其實就是 像我們就是風災 然後它就會有一些什麼 志工管理啊 災禮結尋啊 這類的東西 那它也是 直接一個Feedback 有說 這個系統 我覺得是很好的 這個有需要的 那我希望能夠再稍微明白 那我們現在也可以再 好 那這個下一次我們 我們平台放到現在 我們其實有一些成果出來 但是呢 我們也是 有一些需要改進力 那之前TOSARC的那次 那次聚會 我們其實有聽到一些 也其實還蠻不錯的Feedback 那也就是我們還需要再檢討 好 那其實 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個是那個多維銀的架構 我們有多維銀架構 但是呢 目前的網頁本身是寫實的 也是一樣寫實的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什麼TEMPATE 需要再去修改 然後 因為基本上其實這一個平台 我知道的是 對岸也有興趣 然後呢 聽說歐洲的國家也有興趣 我忘記哪個國家 它對岸是有興趣的 但是為什麼說呢 國家不用幫你退 我不知道 它對我這個東西 真的有興趣的 那 再來就是 在台灣來講 知道的還是太少了 那這不只是社群朋友而已 那包括一般使用手 我們也都還在推廣中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 有一些更懂得推廣行銷的 也能夠一起合作 好 那這個我們未來發展 其實這些也都是平台功能持續改進 我們希望能夠 我們也希望能夠 有人可以一起來幫我們 一起 繼續讓這些平台能夠更好 那當然 第三個是我 其實很久以前就想要做的 這個所謂的翻譯資料庫 那翻譯資料庫 其實並不是所謂的 名詞解釋 或者是點那一類的功能 而是我希望能夠把 像我現在群那種TEMPATE 大學專門的翻譯 他翻譯的一些詞語 我們做個整理 然後提供我們往後 繼續翻譯 或者是別的軟體翻譯的一個參考 所以他是針對我們 目前已翻譯的東西 而不是說 而不是說 就是一個一對一的名詞 也說什麼 什麼這樣子 這是我一直想做的 那當然也可能 在今年頂域 我們也會想辦法 投入一些措施 來做這一部分 那當然 我們也很希望是說 各位社群朋友 如果也對這東西有興趣 或是有意見 大家都可以跟我們 跟我們反映一下 那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一些成果 簡單想起拿出來講 像Composter 就是之前跟網友提到的合作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目前為目的 沒有辦法再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把那些結果來 然後 他們以後的已經專討 今天中文才能賣中國 然後review一下 那這個東西我已經提交回去了 那只是他還沒有放到官網的下載 然後Cesitia 這個是一個中文的軟體 它是本來沒有中文的翻譯 好像有間體 它有間體的翻譯 但是它沒有正體的翻譯 然後呢 我們看著就覺得很不爽 為什麼說對岸 沒有我們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接起來做 然後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是找 找一些真正對天文 天文有研究 有興趣的 還有我們最主要我覺得尤其是 我們其他科學教育館的陳博士 陳安蒂 陳博士來合作 他幫我們把我們翻譯出來的東西 修復教隊審核過一遍 然後呢這個東西也無疑